2022年财报纷纷出炉 年报显示 中国三大航空公司 中国国航 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的累计亏损超过了千亿 分别为386.19亿 373.86亿和326.82亿 还有更多的航空公司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 疫情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三年 这三家航空公司分别亏损了700亿 600亿和600亿 这些亏损额甚至超过了他们前十年的利润总和 数据反映出了疫情对航空业的沉重打击 疫情使得人们的出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航空公司的运力利用率骤降 航班的取消和调整 也让航空公司承担了巨大的成本 此外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加剧了航空业的困难 不仅如此 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也让航空燃油成本飞涨 给航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负担 面对这种情况 航空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其中包括加强内部管理 降低成本 增加收入等方面 然而 在疫情的背景下 这些措施难以见效 也难以对抗市场的大浪逃杀 对于航空业来说 摆在面前的不仅是短期的生存问题 更是长期的发展难题 在这个背景下 航空公司需要加强创新 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 加大技术研发和应用 推动数字化转型 提高业务效率 增加市场竞争力 航空公司还需要加强合作和联盟 推动全球航空业的共同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航空业需要拥抱变化 抓住机遇 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虽然疫情给航空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但航空业的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也应该加强对航空业的支持和帮助 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来缓解航空业的困难 例如给予财政支持 减少税收负担 提供疫情防控保障等 此外 政府还可以推动航空业的绿色发展 加强环保投入 推广新能源技术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航空公司也需要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和合作 消费者是航空公司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他们的需求和反馈 对航空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 航空公司需要加强服务质量 提升客户体验 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和沟通 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疫情对航空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航空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但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下 航空业仍然可以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